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9月19日夜晚的桑普论席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每月定额付费怎么做呢 看我在youtube第一个由留言的置顶留言 最后一行有个link可以进去 可以每月定额付费支持patreon 看完广告看完片 还有利用superfanser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多谢各位 我们今天都一如既往会继续讲美国大选 当然我们之前都是简单地讲一则香港的新闻 因为这是历史上重要的意义 因为在今天9月19日 是一个香港23条 这个所谓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这个恶法所通过之后 第一单案件基本上是两个案件一炮相响 一个判十四个月 一个判十个月 朱启邦 石门暂爱 穿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T恤 被判判十四个月 你看看那个法官是多么 万不讲理 这个苏惟德 又说怎样将那个量刑起点调高了之后 再跟着因为他认罪减三分一 说一大堆垃圾 其实十四个月 一日都认不多 这是323实施23条立法以来 第一位因为煽动最被判刑的人 同一日 另一位男子因为在巴士坐椅上书写抗议的标语 这个男子就是钟文杰 亦都是因为今年3月至4月 在巴士坐椅上书写香港独立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词句 钟文杰就变清他的行为 是为了测试香港 是不是仍然有言论自由 但代表律师承认这个举动注定失败 结果是什么呢 判刑十个月 或几个字 十个月 用这种所谓极限施压 使香港人不敢做任何事 但信念藏于心内 你又如何呢 坏铺信念 拥抱希望 无坚不摧 他怎样都没办法使我们 我们的尊严 我们的勇气 我们的良知去埋没 希望大家 无论他怎样都好 FDNOL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Five demands No one less 这些是基本上我们一直叫做的事 戴什么口罩 穿什么T恤 本来人的自由 但香港那里已经完全被剥夺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也都关注 美国大选如何打得如火如荼都好 也有很多美国跨党派的议员 比如说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民主党籍的Ben Kedan 也都联合到我们常常批评的Nancy Pelosi和共和党籍 现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 共和党籍的Chris Smith 他们几个人一起为黎智英和香港的政治犯呼吁释放 而我觉得这个声音一定要持续 你说呼吁了之后就立即释放它 不会 但案件会有判决的时刻 案件也会有需要有更多的外国的朋友 去呼吁到极限施压的时刻 而现在因为林大卫案 大家我没办法讲完所有新闻 自己看有关的就是林大卫案 中国释放了困了几十年的一位美国人 是不是有一种所谓的人质外交重启呢 而人质外交的重启 在某种程度上显现两件事 中国自认衰弱 于是乎要转低自己的各种所谓的态度 而向美国开始要求要 希望获得美国更多的利益 那么这个地方会第二 对于在香港依然被囚禁的人 可能是一件好事 当然美国如果中毒太深 以为人质外交就可以和中国既竞争又合作 这又未必是一件好事 但是释放人质 释放政治反黎智英 戴耀廷黄之锋等人 47人案有名无名的所有的意识 我希望美国能够明白到胜着这个势 能够有所作为 好了我们今天讲美国大选的情况 特朗普5月 这个大家知道9月15号第二次被行食失败 未开枪预备杀人的时候 一支枪冠突出来 维安部门立即将他开枪 在有关的公路上拦截 最后这个 所谓Ryan Wesley Ralph 58岁的 终于被人拘捕了 当然这个之后 我们昨天也讲过希拉莉出言不信 我们知道如何挑拨仇恨 这件事是极度不智的 而且他再进一步说 他说哈里斯不需要再讲他的政纲了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有了 你看他竞选的网站 有了 竞选网站有了 于是乎你什么都不需要讲你的政纲 你的政见 这些什么道理 这些左交信的 请问哪一个国家的选举候选人 因为他的竞选网站摆了他的政纲 所以他不出来做竞选活动 不讲清楚他的政见的呢 人家要问他都不给机会 给专访都不给机会 好像J.D.Vance都质疑他了 喂 你哈里斯完全是没有媒体的专访 甚至没有 连参考都没有 零星两三个小猫两三只 最后没有真正的问题 然后问你的政纲的问题 看你在那个网站上公布的东西 语言不详 你自己去看下的 Campaign Campaign里面的一些 政纲的表现 你是不是满意呢 那希拉莉就说 是啊 有的了 不需要讲 没有必要讲 你再问就是双重标准 喂 怎么搞错 老屈的 简直 简直是一个老屈的状态 怪不得知今时今日呢 你一句的关心说话都没有 我昨天都讲过 我起码我赞扬拜登和卡米拉·哈里斯 其实都有打电话去慰问这个Trump 但是这个Hillary Clinton 小欺摩 不是小的了 老欺婆呢 基本上 欺摩婆呢 基本上完全没有去慰问Trump 而且还落井下石火上加油 这种东西对于挑拨仇恨极度不利 是吧 Chris Cuomo 就是这个古莫的家族呢 记得很出名 他做过州长的很多人 什么Mario Mario Andrew 都做过很多年的纽约州州长 Chris Cuomo 是一个CNN的anchor 一个主持人 那么他本身呢 也都是对于民主党支持的 但这一次受不了了 喂 你第一次刺杀 第二次刺杀 整个美国执政当局呢 对这件事不紧 不认真 也都不是公开的 同仇敌盖 无论有几个政党都好 美国只有一个 你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那里 受刺杀 未遂 或者被预备刺杀 这个绝对不能接受嘛 我们不会blame the victim 我们都不会觉得 这件事最坏的是你 victim 等于说 那些女生穿得比较暴露一点 就说你被人强奸 就是你的错 就是这些这样的道理 就好像对于Trump的攻击一样 但是没有人可以reflexively 可以自省地去想清楚 究竟发生什么事 那Trump呢 就终于在9月18号 昨天呢 就在纽纽约的长岛 Long Island 长岛冰茶 长岛的Union Dell 就举行他的rally 那这场造势大会呢 万人空航 为什么要去纽约呢 输紧的哦 当然Trump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呢 我们会做了几十年前 没有做过的事 We will win back New York 哇 全场掌声雷动 同时 是不是真的赢到 不知道 我觉得纽约赢到 机会不高的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他要振奋一个声势 然后个人就说 你愚蠢的 怎么可以赢到纽约 不可能啦 你可以继续这样做 但是所有的战斗 未决战之前呢 有选未为输 这个是一个人自信的表现 而他目的不是他想赢他自己 或者赢你的选举团人 这个当然固然是重要的一点点 但是最主要是拉拔 众议院的候选议员 18个众议院的候选人 共和党籍的 拉拔他的声势 尤其在Nassau County 这个Uniondale 分分钟有可能 共和党胜出的地方 希望能够拉拔到 一些他熟议的 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候选人 那么这个就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而这一点我们看到 川普也都不会 只是在摇摆州 去做有关的活动 也都会在飞摇摆州 希望开出一个南海出来 将南海变成红海的 这个就是 我想是基本的原则 他形容 纽约是一个 Dangerous和Dirty的Crime Zone 那是不是真的是 Dangerous and Dirty呢 看地方呢 很多人说 我看到美联社的报道 就说怎么可能 美国是纽约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 是吗 各位如果你说纽约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的话 我想You have something wrong in your head 你说平壤我都可能不可以接受到 你说台北我都可以接受到 你说纽约我真的 你说这些美联社这些记者不负责任 你说纽约是荣登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呢 我觉得这个说法 简直不知所谓 是吧 什么叫哈林区 是吧 唉 再不要说唐人街的 我真的免得跟你说这么多 就是你去过纽约都知道 哪些区你不敢去 纽约当然不是全个城市 都是一个危险安装的犯罪区域 但是纽约州在纽约市 或者一些穷一些的地方 真的很多妖魔鬼怪 然后你看回在Flushing 就是你去过纽约就一定知道了 纽约市外那个地方又叫Flushing 多少共谍在那里滲透 多少黑社会 多少导友 多少卖白粉 卖丸 奔泰尼的人 那你去到曼派桿 也都有哈林 也都有唐人街 但是治安不滞的 尤其哈林到今天 都不是一个大家愿意去的地方 Colombia University 就不是哈林里面 在边皮的地方 就是近河边的Hudson River 但是你会看到哈林的地方 依然是很多黑帮 那这个情况你会觉得是很安全吗 I don't think so 你看一下你搭纽约的地铁 你会觉得是很安全 不是那你说治安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 某程度上都是这样 而且有恶化的迹象 尤其是外来的一些非法移民的增加 和黑帮的壮大 和他们各种犯罪手法的更新是更加多 所以我说这件事情是需要看的 那我想这些左派就说我们很安全的 洛杉矶很安全 三藩市很安全 纽约很安全 看哪个区 是不是 就是你不可以说全部很安全 而那些不安全的区是不是有恶化 是有恶化嘛 就是Trump 说的就是这一点 你抓住他一点就是说 纽约不是全部都不安全 然后你说大话 这些不是叫fact check 这些叫扭曲别人的想法 就是譬如说这个人病了 这个老人家病了 是不是全部的器官衰竭 当然不会 譬如他肺啊 他的胆啊 他的脚啊 他的脚啊 那这些是总灾区 那你说 不是肺不是脚不是脚 你的手没事啊 眼没事啊 就是你用这样的方式 来处理一个健康问题 这个不是医生 这叫做拿来拗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 今时今日这个要注意的 另外就是说 Trump 除了要提议 no tax on tips no tax on social security OK 也都提出 要有一个上限 对信用卡利率 要设置一个法定的上限 就是不是变成大耳窿 譬如今天你在香港 是不是 一张信用卡 延期付款 今天你会收你高昂的利息 那么要cap这个数 以前Bernie Sanders 和Karmala Harris 说了15% 是不是 对不对 就算你说的这个 Hawley George Hawley 共和党籍 密苏里州的一个 众议员 都说过18% Trump 更狠 Around 10% 跟着这帮左家媒体就说 哎 你说这些东西 厚厚厚厚 没有说怎样实行 没有说是对哪些人实行 嘿 你都完全没有政策大纲的 喂 喂 Bernie Sanders Karmala Harris 有吗 是不是 George Hawley 就算是同党的人 有吗 这是proposal 这些proposal 等于一个头条 一样 10% 18% 15% 是一个proposal 你要人家一次过答你所有的问题 Are you kidding 而你用同样的标准 有没有质疑过哈利斯呢 而他说的中国政策是什么 他说的所有政策的细节是什么 如何实行 实质内容 这帮阻碍记者 有没有用同样的标准 去质问Karmala Harris呢 所以我就说 那个极度不公平就是这一点 我是看不过眼的 极度荒谬的 另外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说 哈利斯又怎样做呢 他又有竞选活动 OK 他去这个 Congressional Hispanic 这个Caucas 这个 他们有个 有个Center OK 一个叫做国会 即西语裔的 即拉丁裔的 党团中心 就是有个47届 就是年度领袖 在华盛顿D.C.首都召开 他们出席 希望固装 他的Hispanic的票 但Hispanic的票真的会不会投给他呢 It's a big question 但是 11月5日之后 陆续选据结果 显示的时候 大家就会写中了 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每个星期五 会去Georgia 讲墮胎权 下个星期 也都会去这个 Wisconsin 和Michigan 去做这个演讲 大家都马不停提 双方的候选人 都继续拼搏 那你看到 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你看回 Trump 说的东西 就非常 硬正的 你可以说他很自负 或者很有自信 任你怎么说 有些 左交的 评论人说 这个线道是一种邪教 用cult 那你是cultify一个人 老屈的 你线道 我想这个邪教 你定义什么是邪教 邪教 邪教就是 你不喜欢的意见 就是邪教 说不得了 我都不会定义 你这个 Karmel Harris 线道是邪教 我都不会这么说 为什么有些人 会用这个方式 来对待一个 和你自己正见 不一样的人 是吗 有些人喜欢墮胎 有些人不喜欢墮胎 有些人喜欢死刑 不喜欢死刑 为什么反对自己意见的人 就变成邪教 什么叫邪教 是要组织的 是要有一个动员力 是要灭绝人性的 请问Trump 如何灭绝人性法呢 我真是莫名其妙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 没有人要逼你 一定要同意他的意见 没有战争 你有不同的态度 现在冲突 你有不同的态度 中国政策不同的态度 香港政策不同的态度 台湾政策你也不同的态度 不要紧 但是你不能说 邪 OK 什么是邪呢 中国共产党就是邪教 哈马斯就是邪教 OK 你将美国两党政治的竞争 在民主选举竞争 标签另一个是邪教 未去到这个流 即使美国马斯主义 是一种邪教的一种濫伤 开始 但我们不会认为 这个是邪教 即是他制造一个地方 很容易滑波 向Comrade Communism 去进发 这个就是我们不断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卡马斯·哈里斯说的大部分的东西就是说 我们会收有钱到重税 帮助中产阶级 帮助窮人 其实他做的事是什么呢 好像一个特首做的事 好像一个市长做的事 说白点 二万五千元美金 就给大家手扣族去扣款 就像侯友宜当年的垃圾整缸一样 林郑月娥的垃圾整缸一样 很多香港人是左交收货的 莫名其妙 你当年怎么骂林郑月娥 你用同样的力度和语气 应该骂卡马斯·哈里斯 另外第二件事 以给这个儿童的所谓的免税的一种 就是优惠 由二千元到三千六 哇好厉害啊 二千元对三千六 是免税的一种 deductible的优惠 多少钱那么大把 就是说这些东西是叫做 区议员level 市长level说的东西 而不是一个总统应该要说的说法 你觉得这样就叫做派堂 亿穷人收重税就维护中产 well 错 因为你不肯 你基本上是怎么样呢 你不断不开采石油 这个通货膨胀继续会维持 而你不断收有钱人的税 就是赶着那些有钱人呢 基本上用不同的tax structuring 去做到地方逃避 真正你收税的就是那帮有钱一点的中产 而这件事最后的结果就会这样 而这种所谓的财富重分配 这种所谓的福利主义呢 我想会弥慢着这件事 欧洲的衰落 由二战之后马基尔计划 然后还有福利主义的毒 最后牵涉到法国 德国 意大利 纷纷倒落 英国 就算有戴卓尔夫人短暂的一种时期 但是它的福利主义依然非常强 你看一下美国基本上这种东西的话 就不存在的 现在要搞这种东西 就是左胶的东西 就是Bernie Sanders的东西 就是AOC的东西 Alexandria Alexandria Ocasio Cortez 就是这个四人帮 这四大左胶的东西 这些这样的情况 你会看到越来越是严重的 那么 这一点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联邦储备局 减息 两码 一码就是0.25% 两码就是减息0.5% 0.5% 0.5% 那么这种情况 是几大的减息来的 特朗普就曾经说过 联储局你不会在我11月5日之前减息 OK 那么当然他照减 联储局不会听他说 不会听特朗普说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后 特朗普就说了 要是证明到为什么要减息呢 因为经济差 要刺激经济才减息 减息 减息就是说全贷利率都会减少 尤其是贷款的你都会减息 容易一些去借到钱 换言之 经济差你才要减息 或者就是说 不是经济差 你故意操作出来 做了一个荣警出来 接着给这个拜登和哈利斯 承受了这种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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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种东西就是对付鲍尔 他说的就是说 你们联储局搞的东西 特朗普就会觉得 你一样就承认了 现在经济差 你才逼你减息 否则你根本不差的话 那你只是摆明是政治操作 那他又罵得对 那这个就是特朗普的一种辩驳 而且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另一样东西就是 Timsters 全国的这个 货车司机的协会 这个工会 这个全国货车司机工会 全名我认为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 Brotherhood 就像大家兄弟一样 全国 如果用国语讲一下 就是卡车司机 就是货车司机工会 兄弟会 曾经有关的人 也都出席过Trump RNC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但是没有人出席 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那么他们最后决定是什么呢 两个都不支持 他全国有成130万个会员 他没有办法认成一致的意见 也多数的意见都没有 而且主席 Sean O'Brien 说明 他们这班工人 就是一班 左派的人 就是 左派的人 又不是左派的人 他们比较支持劳工权益的人 劳工权益的人 有几样东西 要罢工权 OK Philippus 这个不是Philippus 就是strike 你可以有picket line 如何罢工权 你看加拿大如何做罢工权 你知道 加拿大是一个很左派的国家 OK 美国远远没有那么左的 罢工权利 没有加拿大的集体谈判权 那么厉害 所谓集体谈判权 罢工权 这个 货车司机工会曾经努力争取 将他的政綱提给两个政党 但是没有人令他 没有一个政党令他有本意的回复 所以 无论是Trump 还是Harris 他都不支持 这个fine 那么Trump 立刻说了 你看一下 五六十年以来 这个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 从来没有不支持过民主党的 现在是第一次 史无前例的 Well That's true 现在你看得到 这件事 很多工人 开放给他们自由投票 去选择自己 喜欢的对象 而刚刚说过 J.D. Vance 副总统候选人 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批评Harris 是没有接受媒体的专访 这个危险的三藩市自由派 扮温和 是非常危险的 OK 另外 另外我们看到Trump的路线之外 现在看到我们经常说 担心选举舞弊 那么 众议院曾经有个提案 就是众议院的议长Mike Johnson 提出来的 就表决一下 联邦有一筆 所谓的 联邦政府临时拨款 要通过众议院去批 现在就是把link 将它连续到 就是说 我们联邦政府批临时拨款的前提 就是各个州 要有国民证明才可以去投票 做到这一点 才可以联邦批拨款出来 当然 这件事去做投票的话 会有一定的争议 因为你将两样无关的事物 link together 但是想想 众议院可以怎样做 一个众议院的议长 他不用拨款的权力 去将一个 用国民身份 proof of citizenship 就是你投票出示 国民身份证明文件 就是photo ID 国民证明 那么他如果不做这件事 怎可以逼到各州来做呢 他只是不得以而为之的做法 当然有些共和党人会跑票 最后是以220票反对 202票赞成 就是否决了这个议案 是非常可惜的 换言之 没有办法link together 那么这个 当然是两件事 是不相关的 link together 你问我在法律上来说 这两件事不是很相关的 但是 this is politics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这件事 是暂时割钱 所以我们更加需要 特朗普也是truth social 也是ex那里 大幅地说一件事 facebook都有了 就是说呢 不是ex的 是truth social 和facebook 说清楚一件事 就是必须要监督 做公正公平的选举 不可以有选举舞弊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说 哎 那另外 商普就不断在说 选举舞弊 选举舞弊 那我就说提醒 美国不可以做选举舞弊 这也是错的 如果这也是错的 你不可以这么说 你就帮Trump 这些人是 什么毒素上路 我就说监督这个选举 不可以有舞弊 OK 另外 伊朗的黑客 就是一些hackers 大家知道他拿回一些 不知道真还是假的 Trump的秘密的资料 就拿给拜登的campaign 就是几个月前 拜登还在选的时候 那现在终于是FBI 决法出来了 在六月尾至七月初期间 就用un-solicited emails 就是突然之一发 一大堆的电邮干预 这个总统大选 那这个伊朗的干预是其一 但是记住 伊朗的后面是谁 大家知道 CGP是中国 所以这个CCP 在伊朗后面做这么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以前在Trump时代 伊朗搞到他民穷才俊 接着在拜登时间 炒肥他 变了中俄的白手套 伊朗何得何能做这么多 没有中国的守恒 没有中国的奥援 指示 金援 怎么可能做这么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当然了 Deportation 那些左派 尤其是一些 Daisal Harris的团队 就说 你Trump那么多人 需要Deportation 什么Deportation 遣返 就是Trump 也在纽约的 Uniondale 那个集会里 说得很清楚 要遣返这些人 那你自己看看Harris 就说 喂 如何遣返呢 遣返一条毛吗 要遣返 一定要 massive rates 即是大规模的 塑动 以及massive detention camps 大规模的集中营 基流营 然后等待遣返 那你是不是要这样做呢 这就是左膠 将一些东西极端化 或者将一些东西 上入飞飞的方法 你听一下Trump 仔细地听 我仔细地听一次 你大家都要花时间的 仔细听一听 New York Uniondale Trump在9月18日 Uniondale的 做世大会说些什么 他说 这班这样的 这些 非法移民的话 不是要做一些集中营 晚上掃当他们 不是做这样的事 他没有说这样 他最喜欢说什么呢 捉取罪犯先 擒擦先擒王 成21 million 2100万的人 进到你的地方 你不要一次过去掉 哪些是毒犯 罪犯 精神病患者 对社区构成危害的 执法 因为他们已经非法入境 犯了联邦法例 再加上他有犯法问题 捉了一班人 肌立 肌压 等待审判 重判 输入榜 模范 然后越捉越多人 全部押去监狱 结果就是说 有一班人 叫Pack 执包袱 走人 就好像J.D. Vance 说的 你们应该现在 就执包袱走 因为Trump一上台 你们要走人 就叫他们走 他们要自然地走 你不需要找警察去执法 你找一些事例出来 捉一班这样的坏人 坏蛋 其他人逐个逐个走 随着时间的流失 半年一年 这种情况就会 sliding scale下去 问题就是你不执法 喂 你还搞那些每日 非法入境的quota 当然是荒谬的 就是你问任何的人 怎会有个非法入境quota 哎呀我要劳动力啊 我们很可怜啊 那你就用政治庇护的 用合法入境的方式去做 而不是用一种 非法入境 给他们美国等待政治庇护申 OK 非法入境入到美国 那么多人非法入境入到美国 如果你真的要用美国基金来 You wait in Mexico 而不是USA 这个基本的原则 行不行 那么这个和香港的情况 是否能够相提并论呢 某程度上都会受影响 但我想就是 美麦边境去到那些 很多不是真正的难民 所以他们那帮左交使说经济难民 如果这么说呢 世界上什么人都是难民 是不是 什么都是经济难民 那我们香港走出去的经济难民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问题的话 相当可笑 另外一点就是 当然最后要说到 这个卡拉·哈里斯 他最好笑就是 他叫做Word Salad 最近的Jingrich 也都以前 Jingrich 现在说到 一个众议院的议长 共和党籍 在卡林顿时代的 一个众议院的议长 年纪很大了 他说呢 这整个哈里斯 基本上说话 好像 语言沙律一样 什么叫语言沙律呢 说话就是 说什么 整个东西说了很久都不知道 Rambling Rambling Word Salad的意思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 他说呢 哈里斯说 我用英文说一下 I grew up understanding the children of the community are the children of the community 我没有说错 就是我成长的时候 明白到 社区的儿童 就是社区的儿童 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就是这些就是 他的Word Salad 就是他说的 完全是 I have a plan I have plans 我有很多计划 这是什么plan 你又不说 I have plans I have plans 拜登和我不一样的 Do I look like Biden Biden and I are two different persons 是说这些说法 OK OK Let me say this 永远都是用这个方式 打断别人的话 所以这些做法 我觉得很可笑 你看回 人家说的话 你知道哪个是空洞 空心老观 哪个是有料 我都经常说 你把中国政策 你把通共门 你把俄乌战争 以下冲突 每一个作的topic 接着你把双方候选人 他要的主张 拿出来 接着最重要的两个topic 一个就是经济 包括能源问题 另一个就是关于 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 你把他列出来 他们的政见是什么 你是知道哪个人 是真的用常识来做事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不是看中国共产党的党媒 比如那些什么央视 新华社 或者那些什么人民日报 看香港那些 你看到那些东西 看香港那些 由明报 一路到 这个 01 一路到这些 所谓的 星岛 头条 这些党媒 是吧 但他们是 外围一点的党媒 色彩缤纷一点 他们有自己做的方式 接着这班的党媒 这班的 港党媒 他们 你看看 你自己论真一点 自己可以做自己的公布 是支持特朗普多些 还是支持Harris多些 骂特朗普多些 还是骂Harris多些 大家记住要做个统计 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统计 我自己 几日 连续好几个礼拜 看了很多这些东西 我发觉到他们 是骂特朗普 多过骂Harris 你自己看看 骂特朗普的程度 是相当人身攻击的 这种这样的做法 不是抄一些 美联社 发生社 路透社这些 不是这么简单 是他们本身 站在 爱护共产党的立场 希望Harris 刺坏的就是Harris 最坏的就是Trump 希望刺坏的想 就是Harris想 最坏的Trump 不会想 这个就是他们的想法 所以共产党眼中 Trump是眼中的 Harris是可以合作的对象 你看这些香港的党媒 一页之秋 凡共产党支持的 我必反对 凡共产党反对的 我必支持 OK 所以大家看到 我们应该走哪条的道路 那你说共产党 会不会去到最后的阶段 会土崩压戒呢 其实就是看回美国人的选择 有时人就很有趣的 你一定要做很多的选择 不是自己做 是别人做 有时候人活到一百年多了 你都会觉得 喂 有些东西控制不了 我只能够将真实的情况 尽量用我自己的一种 我的价值观 我的演绎方式 去和大家演绎 你们喜欢听的 就听咯 那我们希望大家 继续关注这个频道 同时日本的选举 这个关键 日本三个人 比较亲中 石破谬 比较亲美 高市早苗 中间一个就是小泉晋次郎 四十三岁 哪个会赢呢 未知 OK 什么时候会赢 十月未会赢 我希望哪个赢 高市早苗 安倍派 起码十四个安倍派的人 会投票 那我觉得现在 他都是看高一线的 OK 现在比较混沌一点 但是如果 最后的 小泉晋次郎 无法入到第二轮的决选 在第一轮被拆走 因为他四十三岁很年轻 小泉上一郎 是他的老爸 都说你四十三岁 太年轻 五十岁之后 再竞选都未迟 而小泉晋次郎 的非常快的上升 是否等于他对外交知识很充分 还未去到那个位 石破谬以前亲中一段时间 现在也想亲台 摆了一个这样的印象 他都访问过台湾 自己排 这个在九个后书人里面 比较亲中的 九个后书人比较亲美的 和比较右派的 就是做高市祖苗 在安倍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而对台湾最为亲近 如果 在今年年底之前 高市祖苗第一位的女首相 成为了日本的首相 而川普 能够成为了美国的政府总统 我想整个国际架国 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是前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 我唯一能做的地方 就是期盼 我不是和大家猜哪个赢 猜哪个不赢 我觉得很大的意思 我只是说尽力而为 无论赢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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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 我只是希望尽力在我善进言扎的范围内 能够令大家知道 真是要了解到 这个答配会对台湾最有利 台湾分分钟能够独立法理台独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 而中国衰弱的速度会更加快 而最后达到什么结果呢 就是我一直在说 看国安法四样东西知道 中国最怕的四样东西是什么 由分裂到颠覆到恐怖 之后到外国勢力 四样东西 他们最怕的是你四样东西 四样东西就会降临在共产党的头上 你越怕 共产党越怕 共产党越要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想 大家会看到的情况 所以记住不要死 好好活 准备好 等运到 光明始终会到来 温存自己的信念 温存自己的希望 守护良知 祝福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